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出兵南下 夺取中原 多尔滚接受了这一建议 并立即展开战争动员 在清都圣经金沈良的朝鲜使者 对当时情况做了这样的记载 请日 九王指多尔滚文中国本座空虚 数日之内几具兵马而行 南兵七十以下 十岁以上 无不从军 成败之判 在此一举 四月九日 多尔滚统领满洲 蒙古兵三支 二级汉军公顺等三王 去顺公兵 声炮起行 从这些记载上可以看出 满清当时是举清国之兵南下 镇守山海关的元明朝辽东总兵吴三贵 在得知了崇祯皇帝殉国的消息后 起初接受了李自成的劝降 并率部前往北京朝建新主 可是 当吴三贵到达河北玉田县 以北京城已经只有一步之遥时 他却突然改变主意决定投降满清 并率部重新杀回山海关 李自成文迅后 急率大顺军赶赴山海关于吴三贵 满新组成的联军展开激战 结果 依李自成大败高中 之后 清军一路乘胜追击 仅仅用了一年时间 就迅速击溃了李自成的大顺政权 和明朝残余势力 在南方组建的南明洪光政权 那么问题来了 清军一路推进 锐不可当 到底在入关时带了多少人马呢 关于清军入关时带了多少人存在好几种说法 有的说二十万 有的说十五万 也有的说十三万 事实上 这些说法都不准确 在雍正皇帝主持编著的清史文献 大一绝迷路中 其实已经给出了标准答案 至世祖张皇帝入京师时 兵役不过十万 夫以十万之众 而佛师无省之天下 岂人力所能强哉 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 清军当时总兵力在十万左右 既然知道了清军入关时仅有十万余人 那么 另一个问题就来了 为什么清军凭十万之众 就能在短短一年时间内 相继击溃了大顺政权和南明洪光政权呢 要知道无论是大顺还是南明 总兵力都不下百万 为什么人数占绝对优势的一方 反而被彻底碾压呢 关于这个问题 大一绝迷路中也给出了答案 那就是 其实统领士族者 即明之将变 披肩之锐者 即明之假兵也 清军入关后 原先明朝的门臣武将 纷纷率不投降 起初投降的还是几千 几万人 而到了后来 竟然发展到整支部队数十万人 看到清军过来就直接投降 比如南明 江北寺镇中的刘泽青 刘梁左 都是如此 更让人无力吐槽的是 清军抵达南京前 南京还有二十余万大军 结果 洪光皇帝朱游松偷偷开流 留守在南京的大臣赵之龙 王夺 前千亿等人县城将军 清军兵不血刃 就拿下了南明的京师 因此 清朝在统一天下的过程中 满清八旗军发挥的作用并不是很大 最主要依靠的 就是利用这些投降的汉人军队 去攻打那些尚未投降的汉人军队 南明洪光政权覆灭后 各地抗清势力才纷纷崛起 但此时清朝已经拥兵百万 占据了绝对优势 在想逆风翻盘 显然已无力回天了 参考文献 朝鲜礼朝实录 清士祖实录 大义绝迷路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